哎我说这驴是熟了吗 我最近天天泡马场 简直就是个币马温猴 这要是在加拿大见这么一个马场 可比这贵多了 大家也知道加拿大那个尿性 低广人稀 马比人多 哎你俩要点那个大长脸 别亲了好吗 因为加拿大人工太贵 所以各方面都贵 就我家马场这规模 各加拿大你得三倍价钱才能开起来 哎这匹马就是我跟我家老头买的 真是亲父子名算账 我的就是他的 他的还是他的 反正都是他的 但是我感觉我爸骗我 给我卖了头一夜驴 那脸长的比外边接吻那脸还长呢 我爸跟我说 让你自己掏钱买马 主要是怕你乱花钱 就买马的钱不都是我之前 打工配合投资理财赚的吗 我爸说得让你知道赚钱的坚信 所以你想起码可以得花钱买 行吧还真是个逻辑鬼才 我还没回国的时候 就买了点贵金属啊 国内的基金漂漂啥的 然后我回来涨了 老头知道了 给我掏了个底儿净 其实当时啊 我跟周围一些朋友都一样 我们都是超赛亚月光族 但是几年之后 他们还是超赛亚 而我有了一头藏业驴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钱的态度 你是好好规划呢 还是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玩命花